2021年6月22日 速度与进行第一步于北美上映 急迟的跑车 玩命的比赛 鼓动的肌肉 紧身群的辣妹 一切的青春躁动 叠加隐情的轰鸣声 彻底点燃了新世纪改装文化的开端 而作为一部标准的好莱坞爆米花赛车电影 美国本土机油车只能沦为配角 而真正在美国地下街头呼啸的 则是来自于JDM的声浪 至于欧洲的牛马 此刻多少显得有些牛马了 片中奥康纳出场时 第一辆车是一辆绿色的三菱日式 并在与唐老大的第一次交锋中露了个大脸 但是 如果你在当年日本的地下聚会上 开着这辆日式 那八成要被东京的少爷们笑话 就这 你开这个车怪不得你塞车呀 你开这个车都没有资格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哟 是什么让东京的少爷们如此的目控一切 而当年的东京都市里 这群人又是如何的狂飙突进作大死 接下来 让我们把视角拉回那个奔腾的年代 看看那些呼啸在首高东鸣 弯暗线上的年轻人 1970年 在经历了战后20年的发展气候 团快时代的人们给东亚的怪物房的诸多玩家打了个样 经济飞速发展 其中最显眼的就是汽车行业 而汽车工业想露脸 最大的舞台莫过于各大竞速赛事 前有丰田在F1首斯法拉利 后有斯巴鲁在WRC胖揍雪铁龙 甚至连龙翼塞车的马斯达都敢在WEC上 疯狂调戏行业巨质福特 在这一系列国际赛事的加持下 国际品牌影响力增加了多少不好说 但是在日本国内 这份榜样效应似乎走偏了那么一点点 70年代中期 一条东起试田谷 西至明谷的高速公路 由于路宽人少 引起了飙车主的关注 这里凌晨时分的应急车道上 总是人生鼎沸 如果你发现 这群挂着两块布条 就能再现蹦迪的辣妹们 突然摒弃宁神 不用怀疑 那么一定又有一辆 与死神赛跑的赛车 急驰而过 在这条传说中的东鸣高速 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当时参与飙车的 一般有两类人 一类是开着暴改廉价的 K-Car的暴手组 所谓K-Car 是指250cc以下的摩托车 和600cc以下的三轮车 以及四轮车 特点就是 车小车轻没防护 上街六弯能带步 核心就是一个字 便宜 所以除了普通工薪组外 最大的消费群体 就是鬼火少年 谁人年少不轻狂 谁家小娘不迷茫 青春吗 燥热吗 能理解 而另一群 则是一帮遵循着 街道仁义的地下车手 所谓街道仁义指的是 成员们在飙车过程中 定下的潜规则 一 飙车过程 不能影响正常行驶的 道路参与者 如果避让不及 宁可自损 也绝不伤害无辜 二 飙车过程中 通过转向灯 来与对手交流 比如 同时往一个方向转向 一直决斗开始 比如分开转向 一直不接受挑战 三 飙车途中 社会车辆如果让到 需要双闪表示感谢 但彼时的日本 虽然厂商们 在赛道上大放异彩 但很少将赛道技术 下放到民用量产车上 这也就造就了 当年的东鸣快车 基本都是波来品 比如著名的Pantera军团 V8军团 保时街军团 因此 此时的地下车手 主力大多是一些顶级的富二代 路就一条 一边是鬼火少年 一边是顶级富二代 两伙人 迅速从生理上勾肩搭背 物理上打成一片 精神上负此子笑 折腾久了 也不是办法 于是两伙人提议 都是他妈玩车的 不如碰一碰啊 你出钱 我出命 比比谁的八字印 结局不难想象 以超能力的一方 大获全胜而告终 但哪个年代的小伙子 输了不放两句狠话 这帮鬼火少年 在连书机场后 嘴硬的说道 孙子 你们跑得过我大哥 羽公吗 1946年的羽公永美 出生在山里县 其年少时的经历 几乎不可靠 但根据采访所言 其14岁 因在学校与同学们 进行了多次强人所难的 以德服人后 最终被打负的同学 使出了终极大招 告老师 就这样 14岁的羽公 痛失初中学位 只身来到东京羽田打工 干的是板金火 具体来说就是 给橱柜和暖气设备 之类的喷油漆 但是 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的他 由于工作条件过于苛刻 干了没几天 就带着三个朋友 连夜替同跑路了 从第一份工作出逃后 羽公跟着前辈学会了开车 有时跑运输 给餐厅送鱼 有时去板金厂做事 有时躺平闲逛 基本上 属于工作 专挑日节干 没事琢磨 下顿饭 混了两三年 羽公眼看要成羽田大神了 但是那些在午夜 狂飙的少爷们 给羽公的生活带来了转机 当时由于大伙 都是在夜里搞非法飙车 天天跟警察们 你追我赶的 难免磕碰 甚至还有部分飙车的少爷 选择了GTA的传统技能 整车改色 来躲避追捕 飙车多了 板金店自然就赚钱 羽公在这期间 练就了一手板金绝活 收入也是一涨债涨 用他的话说 当时每个月 就能领20万日元吧 其中工资一万 打赏19万 这工资什么水平呢 1950年 日本人均月薪 2万日元 高级泡泡浴 才6000日元 就这工资 不得起飞了 车手车手 不需要一个人 只需要车和手 但你让一个 18 9岁的半大小子 赚这么多钱 总不能指望 他攒钱买房吧 当然不可能 于是羽公 果断搞了辆 据说是二手 可能是三手 保不起七八手的 马斯达RX2 成了飙车大军的一员 之后 羽公在21岁时 独立创业 开了自己的半金店 从这一刻起 羽公一边进行自己的生意 一边开始在街道上飙车 在24岁的时候 成立了名为影的车队 逐渐的 羽公成了地下飙车组里的核心人物 而他驾驶的 自己改装的转子引擎跑车 在东鸣赛车中 以压倒性的实力 名声大震 其连锁效应就是 半金店的生意 越来越好 1978年 羽公在面对街道上 那些富二代们的欧洲车 不屑地说出 进口车有什么了不起的 随后 精心调教了一台 马斯达SARC 并在古田部环形测试赛道上 0到400米加速 仅跑了13秒左右 这在50年前 不是跑得太快 是飞得太低 而这台车 就是后来的日系 四大天王之一的 RX7的鼻祖 从此 来店里改车的飙车组客户 络绎不绝 羽公每天扳手都拧着火了 两年后 羽公的改装厂 正式更名为RE羽公 多年后 在马斯达自身 都无暇发展转子跑车的今天 羽公仍然通过自己的动手组装的方式 调教了众多神级RX7 时至今日 羽公两个字 仍是转子跑车的脊梁 而在当时 帮助羽公名声大造的 则是一本 创刊两年不到的杂志专访 这个杂志名叫Option 创刊人 则是羽公的好友 Option D1GP TAS创始人 日本改装界的活化史 不死难 稻田大二郎 有关稻田大二郎 我们熟知的title无非是 Option集团统帅 D1GP发起人 东京改装展创始人 总之 在广大车友眼里 稻田对于JDM 甚至是汽车改装文化的推广 有着不可磨灭的攻击 诚然 确实如此 但很多时候 也正是因为稻田的JDM文化推广上的成就 太过耀眼 总是让人不自觉的忽略 年轻的稻田大二郎 也是一名在深夜街头 急迟的车手 稻田大二郎 谜称戴 是一名生于长期限的九州男儿 稻田的少年时期 还算成绩不错 作为系列里少有的高材生 稻田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 来到了东京 先是在Auto Sport杂志编辑部工作 写了几年专栏后 辞职成了一名自由记者 总的来说 稻田的圈子里的形象 有点像投温字地里的高桥梁界 理论丰富 但实战一般 是众多地下赛事里的专职解说 兼伟登记录员 而在他看来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是 都怪我车不行 稻田的第一辆车 是他自己用参加工作第一年的年终奖买的 一辆二手的Contesa 由于当时的Auto Sport的编辑岗位收入上课 稻田得以在周末下赛道练车 然后 稻田就被同去赛道的富二代们一顿套拳 看着少爷们的保时捷和大V8 回头又看了看自己并不丰满的钱包 稻田一咬牙一跺脚 也能受得了这个气 换车 纵所周知 玩车的人换起来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从80年代开始 前前后后 一共有五辆车 伴随着稻田 狂飙了无数个深夜 而稻田的巡航路线 差不多是急速青山到首都环高这一条线 这条线路有好有坏 好的是这里的赛车生态成熟 几乎天天都有地下赛事 不愁没人一起玩 而稻田也正是在这里认识了羽工 坏的一方面则是 除了他们这些地下车手 暴走族们也经常在这里共享胜举 时间长了 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在经历了多次严重的追尾侧翻后 除了钱包在高升嚎叫外 他本人愣是一点伤都没有 因此得到了一个略显中二的名号 不死男 后来为了平衡家庭和爱好 稻田决定搞一台三乡的性能车 于是稻田邂逅了 与他纠缠了一生的那辆命中注定的 斯巴鲁力尸 咱们捋一下需求 性能车下赛道斯巴鲁 这几个要素叠加起来 懂行的观众估计也知道了 这玩意儿 购车三年自考机械师应该没啥问题 换了新车后 在斯巴鲁的拉力基因加持下 稻田在地下赛道里 勉强算是支撑起来了 当时在东明线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越野和飘移是为了兼顾弱者的 这句话影响了稻田很久 直到某天深夜 他在山路被一辆灵动的丰田卡罗拉 疯狂的戏耍了一番 而那辆卡罗拉的车主 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飘移仙人 稻田大尔郎的挚友 藤原拓海的原形 土屋归世 震惊之余的稻田 敏锐地察觉到了 飘移这个诞生于山路的华丽技法 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而当务之急 就是要把这个运动推广出去 但是推广之路并不顺利 直到2001年 才在老有土屋归世的帮助下 创办了D1GP大奖赛 如今 D1GP大奖赛 已经影响到了全世界 另外 在被斯巴鲁锤炼后的稻田也觉得 汽车改装是彰显车主个性的最好展示 甚至可以说是日本车最大的特色 这份独一无二的文化 应该让全世界都能看到 于是 在1983年 稻田大二郎 促成了第一届日本东京改装展 现在 东京改装展 发展成了世界三大改装展之一 与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改装展 和德国艾森改装展齐名 被誉为 世界改装车的新产品发布中心 而当年那局 越野和漂移 是为了照顾弱者的slogan 其实来自于另一个自身车迷 都耳熟能详的组织 Main Night Club 万岸午夜 80年代的东京首都高速 从来不会寂静 因为有一群 用生命为代代的车手 彻底陪伴着他 等到了80年代的中期 由于政府的大力施压 东明时代逐步结束 奔腾的战场 转移至湾岸线 而这一时期的湾岸线上 渐渐地 出了张贴着Main Night贴纸的 保时街军团 他们车好 手硬 形式神秘且守规矩 一时在湾岸线上声名确起 而为首之人 正是湾岸午夜的创始人间会长 漫画湾岸的黑鸟原形 保时街的绝对死终 极天容易 Main Night Club 正式成立于1987年 当时湾岸线上的暴走族们 非常猖狂 为了灭一灭暴走族的威风 极天容易建立了该组织 大多数车队会接受任何车手 但是Main Night不同 加入车队 需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 车必须够快 要求长时间保持250公里 因此能跑上300公里的赛车 非常普遍 第二个条件则是 在满足条件1的情况下 要么获得3名以上成员的推荐 要么在比赛中 击败至少一名俱乐部成员 在如此严苛的准入条件下 就注定了 Main Night成员 要么超级有钱 要么圈内顶尖 而新成员 即便获准加入了Main Night Club 他们都要被视为一年的学徒 为期一年的观察期结束后 最终只有10%的车手 有资格获得正式会员资格 但是 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原地转正的特例 具体是谁 卖个关子 咱们后面揭晓 在初期 俱乐部仅有30名成员 而到了90年代中期 Main Night 已经发展上了75名成员 但是规则没有止步于此 变态严格的保密制度 也是俱乐部的首则之一 所有关于姓名 地址 职业 成员如何赚钱以改装汽车的信息 都受到高度的保护 就算知道 也绝不允许 泄露给俱乐部以外的人 在时过境迁多年后 目前能确认的成员也只有 会长吉田 转子战神 愚功勇美 不死之难 稻田达尔郎 Trust Grady的首席机械师 大川光一 以及拥有三辆法拉利F40的 顶级贵公子 钟上川评次 后有证据指向 这位传说中的钟上川 真实身份是 三井物产的二少爷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规矩 俱乐部成员在驾驶途中 不准对街道司机和其他成员 构成任何类型的危险 如果你做出这种行为 那么请原地滚蛋 比得起就输得起 马路斗气 商机无辜 你还混什么江湖 江湖 容不下你这种败类 Main Night Club的车主的标记 起初只不过是简单的保险钢贴纸 上面写着Main Night Car Special 但是当他们发现暴走足的破车 连他们的尾灯都看不着后 为了表示对小弟弟的照顾 他们也将贴纸贴到了挡风玻璃上 后来随着车队的名气愈加壮大 有些非组织的车手 也开始贴上了Main Night组织的贴纸 但如果让会内的成员发现 首先是警告 而警告无效的后果就是 砸车 再贴再砸 爷又不是赔不起 但是也有不鸟这个标记的 而这个人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 那个入会特例 频道的老熟人 世界第一超速饭 永田和彦 据说永田的加入 是会长特批的直接转正 而其中的版本众多 皆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大家且听一乐 话说当年 穷小子永田正在Trust的汉排气馆 听说one-on有比赛 且奖金分后 开着Super就去了 而他并不知道这是Main Night的赛事 这主要是因为Main Night的赛事公告 总是一些很隐晦的台词 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 只有俱乐部的成员才会破译 但奔前去的永田 也没有太在意Main Night的名声 一上来就联赢六场 掏空了少爷们的零花钱后 就大摇大摆地走了 少爷们不服气 约永田明天再战 永田一听有人送钱 乐电电的就答应了 但是少爷们 深感这个鸡窝头不好对付 回去就把羽公也拉出来了 结果当晚 羽公坐着FC里 等了一宿都没等着雨天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这傻小子 昨天赛完车肚子饿了 在路边吃碗拉面 被赶来的警察堵了个正着 警察一看 好家伙 就你这个骚金色 化成灰我都认得 车开起来我追不上 停路边我还治不了你 于是当晚永田 连人带车都被扣了 后来这事传到了会长吉田耳朵里 气得吉田大骂 娘洗皮 队友无能 我必须亲自出山了 而结果就是 这场比赛 吉田也输了 赛后 吉田反复强调 主要是永田起步拉烟太大 严重影响了我的发挥 而对于这个理由 其他会员纷纷点赞 表示加一 自此 永田和彦正式加入了May Night 开启了他的狂飙生涯 说回May Night 即使是规矩严苛如此 最终还是出了事故 1999年 一个不知名的周五晚上 大约凌晨三点 暴走族的成员 行驶在湾岸线上 与May Night的成员发生冲突 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公路追逐 赛车进入了一片交通拥走的路段后 暴走如车手 车辆失控 以250公里的车速 转成了正常行驶的车辆 最终导致了巨大的连环撞车事故 事故造成了一死八伤 而其中六人 是与组织无关的社会行驶车辆 这起事故 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 随后组织自责解散 需要上升到情怀与审美层面的事情了 当年那些曾经驰骋于奔腾年代的人们 终究没能跑过时间而垂垂牢矣 但好在他们也并未松开年少时紧握的方向盘 如今的羽工 偶尔还会发动自己主装的RX-7 出现在弯暗线上 冲着对他欢呼质疑的年轻人回应 放马过来吧 我绝不会输给年轻人 稻田达二郎仍把推广GDM 作为自己的使命 东京改装展办了一届又一届 即便如今的日系性能车 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锋芒 但他仍然固执地在为这些失去灵魂的机器 寻找着当年的热烈 土屋归视虽然已经成了一名痴迷路呀的钓鱼老 但也坚持在每年的D1GP上 开着那辆86年的卡罗拉 在开场时展现宗师风范 86虽然老去 土屋仍旧灵动 至于永田和燕 Top Secret每年都会推出数台的GT2 即便他已经很久没有给自己的作品上 镀上那层招牌的金色 但他仍在用自己的扳手昭告世界 只要有我在 JDM就不会输给世界上任何一台性能车 这篇内容放出来时 2023年已经临近尾声 我和老杨开着车走在了东明高速上 此刻无论是来自于弯弯武艺的呼啸 还是凌晨山路的灵动 我想总有那么一条路 总有那么一台车 它会在你的心里爆发出专属于你的声浪 青春永不消亡 JDM永不消亡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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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